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说我成故事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香港港督 香港港督可能很多人都听过 而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香港第一个港督 是布甸宅着士,或者独播警察,Sir Henry Pottinger 但其实在布甸宅成为港督之前 他曾经出任香港的行政官 而这个官职在布甸宅上任之前 原来也有两个不同的人曾经做过 第一个就是义律着士,即是查理义律着士 义律出生于1801年的英国 爸爸是一个英国官员 1815年义律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 在东印度和非洲一带服役 直到1828年,他从海军退役 加入了殖民地部工作 所以他既是英国军人和殖民地官员 1834年,他就跟随律努碑分爵来到中国 担任贸易专员和比书 但是,律努碑不幸在同年去世 二律就被升任为駐华商务副总监 去到1836年12月,更加接提了我变身着士 出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 而律努本人其实很反对鸦片贸易 他认为英国从中国获得利润是应该感到羞耻 而他就认为中英双方应该存在对等和公平的贸易 于是他在上任之后就无视了伦敦的反对 反而着手改善英国和蜻蜓之间的关系 可惜,书律经过多次交涉都没有结果 蜻蜓仍然拒绝接见他 英国当然不会理书律的个人想法 开始向中国大量轻小鸦片 1838年12月31日 杜光皇帝命令林则徐去广州府门烧烟 林则徐更下令封锁十三行 并且断绝粮食供应 书律特资情况之后就马上赶去十三行 志涵林则徐问他是否想开战 去到3月25日大部分烟箱屈服 决定签止保证以后不买鸦片 但以书律为首的烟箱当然不愿意服从 在鸦片被没收之后 书律认为无法继续和中国进行贸易 于是就未经英国政府批准 就下令停止通商 英国僑民就搬到九龙尖沙咀对开海面 1839年聚走水手 和尖沙咀村村民发生嘔斗 村民林为喜在打斗中 上重不治 书律虽然愿意赔偿金钱给死者家属 但不愿意交出水手填命 因为认为英国有领事裁判权 可以自行审理案件 但林则徐对此极为不满 林则徐自事件后宣布中断和国国的对外贸易 派兵驱逐在澳门的义律等人 同时不允许外国人上岸 如有发现一律正法 直到九月五日 义律派传教士和林则徐投官 结果在下午两点发出了最后通牒 并且要求清政府提供水粮 林则徐不予理回 拉开了第一次瓦片战争的罪章 战争之后清廷失败 其线和义律在1841年1月20日 和清政府签订了寸秘草药 1841年1月26日 英军城柳黄号 在水坑口登陆香港岛 一般认为香港自当的喜 成为了英国的领土 第二日 英国又在岛上升起了英国国旗 义律对于香港 所以能够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义律选择香港并不是偶然的 早在律努碑出任商会总监的时候 律努碑已经提及过要佔领香港 而义律任内 由于深感在澳门办公 受尽葡萄牙人的威胁 因而也开始寻求合适的岛序 以方便通商 后来在1839年 他和英国的僑民在香港岛 对出海面短暂居住 因此对香港岛有一定的认识 这就是义律在村庇草药中 要求割扬香港岛的原因 义律担任行政官之后 在1841年2月1日 发出了安民告示 次日发表了公告 表示将继续以中国法律和习俗管治香港 但是中国的酷役就一一废除 由于义律主理军务 并且由他成立警队维持境内治安 稍后又在香港设立监狱 总括而言 义律任内香港的对外 以及内在情况都非常之混乱 当然曾经有两个台风 横扫香港 对香港造成严重的破坏 但是另一方面 当时海盗死处出没 搶劫枪决 毁任的威廉坚一人掌握司法大权 导致警察腐发 治安摆坏